我們做的是車禍樂圖 那 這是我們 先重新整理 這是我們 今天做了之後 然後有些改良的結果 那 你可以看到 在Scale比較大的時候 它非常的緊 那我們慢慢把它 放大 那我們就可以 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說 比較清楚地看到哪個路段 車禍比較高 車禍比較高的地方 就有可能是 道路設計不良的路段 那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先去 我們先去那個 內政部那邊 然後 拿了這一筆Data 那我想說的是 目前 這上面Data 很難用 這上面Data很難用 像是 有時候它會在 這個虛速裡面 多加一個逗號 然後在你讀去的時候 就會 就會出現問題 然後還有像 後面這種 這是車種啊 那 它會有那種 比較奇怪的 那個格式 那 這是我們目前 比較需要有人來 協助我們去 去 Clean這些Data 那 我們目前有做的 今天有做的就是 我們再把車種去分類 就是在世界裡面 有哪些是 可能是消防車啊 然後是大客車 然後我們統計出來 發現機車是最多的 六萬多筆裡面 有四萬八是 跟機車有關的車禍 然後 第二多的 就是 小客車這樣子 那我們再把這些資料 拿去做 整理 我們就可以再過濾出 這個地圖上面 跟摩托車有關的熱度 那 呃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 把所有車禍的 那個 都投在上面 準確 那這邊是 呃 救護車 救護車發生過 車禍的替貝 然後還有 重型機車 重型機車 基本上就是 全台北 那還有 大客車 對 那這些東西我們今天發現 還蠻多要做的 所以都 只能做個 暫時版的 這樣子 然後除此之外 除了這些地圖的統計 我們也有 就是 長小圖的統計 因為我們發現 有幾個 還蠻特別的 統計的那個 地方 像是 只是從2012年到 2014年12月的資料 那我們發現幾乎 春天的車禍數量都比較少 那 這也是 呃 然後秋 尤其是冬天開始車禍數量就比較多 那 呃 呃 這些資料 我們覺得上面應該都還有蠻多 呃 可以mining的部分 那就是 如果大家對 那個 R有興趣 啊 或是D3啊 填JS 有興趣的 都可以來 就是 加入這專案 那我們這些專案都會放在GiHA上面 對 那我們今天的進度就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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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